今個冬天我終於來到北極 在Polar Express電影裡有一句說話 我們都不知道目的地在哪裏 但只要你決定登上火車就可以了 現實世界太多煩惱 我不想再聽不到聖誕的靈性 這次是一個追趕童年夢想的旅程 今天我終於自己一個人來到北極 你相信這個世界有童話嗎 正如Secret Garden的作曲家Loughlin所說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神秘月 你可以在他們的音樂裡尋求遺跡 今天我終於有機會來到Secret Garden的家鄉 親身感受《Song from a Secret Garden》的曲中意境 聽說在北極的冬天 太陽有兩個月是不會升上水平線上面 到雪呢 深到膝蓋高了 每一天都只會有三個小時 好像黃昏一樣的光線 這個就是極夜 自己小時候是很怕黑的 想不到今天自己來了一個很遙遠又很陌生的地方 來感受在大自然中極夜的浪漫 雖然太陽是生命的全員 但是可以嘗試感受黑暗的優美 都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只要面對著大自然的壯觀 人類才會感覺到自己卑微 才會虛心和接受 世界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捱不過去 靜靜地聽著大自然的音樂 創傷過的心靈 也都會神奇地得到痊癒 傳說如果有緣看到不極光的話 去一個願 願望就會成真 awhile 在地面中 我覺得很十分 來感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